簡單講起來就是這樣子 SET的話 前面是宣告 定就是有宣告 SET的話在那個VBA裡面實際上就是 真正去開記憶體給他 宣告說我需要 我需要一個地方 SET是說我真的擁有這個空間 OK所以 很多書裡面都有什麼定 SET 剛剛有同學問說老師如果要寄Email的話怎麼辦 其實就是 你也是要引用Outlook的物件 就可以去寄信了 引用的方式請各位查一下 因為這個方式之前有同學問一樣的問題 後來他就說Google一下他就找到答案了 他也就完成他的事情 之後他有寄給我參考 他說他做的參考 但是我可能要搜尋一下我的Gmail裡面的這個信件 他說他做完了然後就把他的結果給我參考 我想應該不會太困難 但是基本上 觀念都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任何事情 就是 外部引用的話 就設定用項目 然後 進來之後 你要知道這一個 物件怎麼使用的話 基本上還是要有sample 坦白講如果我沒有sample 我也不知道怎麼用 不過用的原理原則一定是定 宣告 一個是SET 就是給他 機體空間 再來就是什麼 傳遞比如說Email信箱一定是 Email信箱 阻止 內容 附件 大概就這些 附件可有可無 對不對 Email信箱一定要有 阻止 內容 這三個 你就是傳遞給他 如果 這三個如果假如是在你的 Excel裡面的 欄位裡面 按Email 抓給他 跑個回圈 如果你要寄給100個人 100個人 全部寄出去了 多方便 所以這個地方 也可以找到自動化 只是說我們 今天是用在 資料庫的處理 自動化 OK 那這裡的話 就SET一個 Connection 這個Connection 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要去開啟 它 開啟的話 後面有個驅動程式 這個驅動程式 就是說我們要開啟的話 必須利用這個 這個一串 不過這個provider 這一串反正就是 跟他指向 我要開啟這個資料庫的驅動程式的位 位置跟名稱 基本上就是用什麼oletdb去開啟 那版本是12 那我講過說12一定可以開2003 如果說你的版本太新有時候這個驅動程式開不起來 那就掛在這一行